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JChannel,我是周知 众所周知,在目前春一届农活动期间的2公里的宝可蛋蛋池可以浮出不少的好看内容 除了有带花试着各种宝宝宝可梦之外呢 训练师们更可以浮到比较稀有的里欧路 我们该期影片就稍微针对一下有关目前活动期间的2公里蛋池可以浮出的各大宝可梦及其对应几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了,那废话不多说,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截至目前为止,总共浮化了144颗的2公里宝可蛋 其中有29只浮到小卡比兽 然后27只为皮丘,25只为宝宝丁,然后24只为露莉莉 目前这4只算是活动期间2公里蛋池里面最容易浮到的宝可梦 再让我们看看中等的,那蛋蛋方面总共浮到11只,那占了7.6% 波克比方面浮了9只,占了6.3% 然后小浮蛋浮了8只,占了5.6% 明明神总流路方面呢,目前仅仅浮到7只,只占了4.9% 再来是我们目前2公里蛋里面最难浮出的 有0单响,144只里面仅仅浮到了4只,那浮出率方面仅仅仅占了2.8% 好了,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推荐农活动期间2公里蛋池可以浮出的各大宝可梦 以及其对应几率,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,影片中的言论呢,进口参考,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,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转按赞,分享,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,bye